住院的時候 我們有幫他拍個S光 主要就是他右側的部分 看起來是有肺炎的狀況 剛才聽也是右邊 還是有一些積毯 醫生巡防時 仔細幫小朋友檢查 小妹妹也是因為肺炎住院 秋冬病毒細菌更加活躍 現在兒科病房常常滿床 新冠疫情解封後 免疫負債襲來 這波大部分都是呼吸道感染為主 所以其實很多小朋友 都是因為肺炎住院 我們肺炎住院占比差不多 占了超過一半以上 從去年八月到這段期間 就是每個病毒 都不同的波段流行 像八到九月這段期間 就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占的比例很高 那在這個之後就發現 這個梅漿菌就跑出來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 腺病毒也跑出來了 那在近兩個月 十二月到一月的期間 就是流感本身的流行劑 也非常非常多流行性感冒 病毒的感染 現在幼童很常發生 不斷在生病的狀況 可能是不同病毒 導致的多重感染 從2023年開始 在社區同時流行的病毒 包括新冠流感腺病毒 腸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等等 而感染症專家黃麗玲指出 過去流感通常只會流行 三到四個月 但這次流感劑 已經持續八個月 並不尋常 醫生提醒 確診新冠肺炎 會讓免疫系統變得不穩定 可能持續一年左右 會有免疫切道問題 如果感染其他上呼吸道疾病 病情有可能變得嚴重 我們比較關心的就是會造成比較重症的嘛 那重症第一個當然是肺炎 那會肺炎的第一名當然是新冠 第二名是梅將軍 第三名是流感 其他的型比較不會肺炎 所以我們最關心還是這三支 在目前為止 免疫負債很早國外就做過推估了 大概要還兩年 就是24個月才會還得完 所以我們大概2023跟2024 都要還免疫負債 那大概就是要觀察到今年年底 那如果有可能到了明年開始 這個免疫負債就還得差不多 就會比較恢復到以前的常態去了 黃黎明提醒2月底前 都算是病毒感染的高峰 能打的疫苗就盡量打 而面對沒有疫苗的梅將軍 在用藥上 大家要知道梅將軍的抗藥性很高 大概在七成左右 所以如果這個人看起來 比較嚴重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不要從第一線的藥試起的 要直接到第二線用有效的藥物 因為我們目前觀察到 如果前面的治療拖兩三天 才開始用有效的藥物的話 那這個疾病會比較嚴重 所以早期確診 早期使用有效的藥物 還是很重要的 好 用力吸 用力吹 小男生上個月才來看過醫生 又開始出現感冒症狀 像這樣的小病患現在很多 而春節假期間 大家團圓聚餐出遊 頻繁的接觸 也增加感染風險 那其實最怕的是 家中的老的跟小的 老的跟小的其實免疫力比較差 你感染的這些老的跟小的 他們可能不會是輕症 他們有時候會變成重症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做的話 盡量可以打疫苗的 盡量打疫苗 比如說新冠有疫苗 流感有疫苗 肺炎鏈球菌有疫苗 這些應該盡量先打 打了以後你感染之後 也比較不容易傳染給別人 疫情一波接著一波 免疫負債讓很多傳染病 不再按照以往季節出現 全年都可能發生 大家還是要提高警覺 TVBS新聞 張正安 謝謝希望一節才會報導